多少人那一次也是那個氣洞是忘記關過去 就沒有煞車就出車後 那個是再張當地發明的 也就是說 我們天天在談土地倫理 一個族群到一個特定地區 經過一段的生活接受環境的制約 產生特定的生活型 那個生活型又確保了該地環境 以及族群的世世代代還原 從而產生的一些 該然與不該然 叫做土地倫理一樣 今天工程也是在這樣的情況 日本人在台灣只不過是短短二三十年 就已經產生厚實的在地經驗傳承 他們的心態是怎樣 他們在台灣第一天要做的就是 八天台灣上關山 先找出聖山來歸屬 認同 你的關鍵在這裡 我們再看 我們剛才講的 過往我在做這些災難意見這些 結理等等這些 還有包括人文的 我到任何一個地方 能夠的話我盡量可能在最短暫的時間 把該地的歷來的傳承經驗的東西協會 你們年輕人到一個新機構 到一個新單位 最重要的一件 三個月內把那機構最厲害的東西協會 我年輕的時候要求我自己這樣 你必須要把善用在地 然後了解在地 你對台灣每一個祭典 不是口號 不是那些在行銷的而已 重點是你真的要重視 人家的世世代代傳承的經驗 智慧 那個絕對不是錢買得到的東西 也不是你所謂科技可以抵代的 那麼接下來台灣氣候的四季變遷 各位台灣產經企業對氣候 增遷後污染世界的貢獻 也就是台灣真正的經濟奇跡產生 第一台灣人口密度 639人是美國的22.5倍 是日本的1.8倍 是全世界第一名 第二台灣工廠密度 每天都公立的時候 是美國的68.5倍 是全球第一名 台灣輸量密度是美國21倍 理論上 平均攤開來 台灣的一三點應該 我好像給他算過 應該停五步還六步車 台灣的能源耗損全球第一名 台灣的二氧化碳單位面具 排放量全球第一名 等等 反正 還有國民所得 快樂幸福指示 那台灣是不是世界之冠 然後貧富差跡 從1980年代的20倍到現在 30倍 所謂的貧富差跡 最窮的那多少萬 你知道富有的人 一天刷卡 還有上益 然後貧窮的人 是怎樣 台灣現在呢 屏幕差跡 越來越恐怖 去年 我感受是真的是感受很深 因為我所有都在菜市場 我是買菜做什麼的 只要我控制一個月債 兩萬塊以下 最大負擔是 國民年金跟建房 還有 我家那一家破房子 一年 稅金 給我收稅金一萬五千五千 二十坪的 在北港的那個爛房子 裝造房 我真的辛苦 為什麼 因為一家只有一戶 只能夠有一戶是住用住宅 有沒有 其他的就是要扣那麼重的稅金 因為我太太的 房子 我們現在所住的是我太太的 所以呢 我們家已經用了 所以我就必須那個就是要 變成 噢 真的 就是要換成我小孩才可以 我小孩在國外啊 要戶籍在那邊 然後放那 台灣人在那裡 我尋求理性 就是姐姐啦 拿啦 拿吃藥 就是這樣 像這樣就完蛋了 你就不能夠 就無法改革 當中政策的這個東西 你要知道台灣在氣候變遷裡面 因為這些最高密度 台灣加給我們自己的土地 這壓力真的是世界第一 你知道我們這一塊土地 承受了有史以來 這整個地球裡面的 平均的最極大的壓力 那等一下是 假設這是一頭母牛的話 我們可能不是吸奶而已喔 可能是這樣整隻牛都 吃了吃了吃了 在這樣啊 台灣的氣候變遷 台灣二十世紀百年來 連平均增溫一點一度 是全球增高的兩倍 台北市破全球總紀錄 好偉大 真的你看 我們什麼都第一名 你知道嗎 你不曉得 台北市的增溫 是全世界第一名 你知道嗎 你仔細看一下 然後到2000年 十九十二十世紀 台灣的照到太陽的時間 已經少了一個月 一年掉了少了一個月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台灣的農產品的產樣 一定降近產品以上 為什麼農委會不同 不公布這些書記 全世界最落後的國家 人家都已經因應軟化 因應聖因 周期變化 有什麼政策調整 農地等等 我如果看到落後國家 就像這樣做得很好 看到這個政策 對不起 我不要再談政策 再談下去 我還是要出來政策 還有台灣的霧沒有了 台灣的露水沒有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以前經常看見霧 經常有露珠 現在不去 你知道嗎 台灣該下雨的地方 現在不下雨了 都下在哪裡啊 下在不該下的這些淺坡的地方 然後都市 所有水能夠排到地下室 積極的東西都 積極積極積極 台中市最可悲 幾十年 最了不起 把所有的河川 全部 水泥化 喔 你現在看這個 真是屁股的名 然後呢 我在那外已經看了兩天 那個 那個 本來的白鴨 什麼鴨 它就全國都過 做灌水年 現在土石掉下來 土溫在那邊吃 草就長起來 對不對 一年 清一次 清完以後 植物又開始漲 喔 那土地公真的是頑強 很實在 然後呢 散的人 等這個地方去進場 我看這些得證之間 然後呢 因為你把那個河流弄死亡以後 它沒有進化的能力嘛 然後就產生了 你排出來的滅水 就開始炒米嘛 就是炒阿斑堂 就是這樣 它沒有管理呢 不知道怎樣 這個都是為了你好 這其實呢 這些觀念 基本的觀念欠缺 那我們再看 以開發地區的都會的熱導效應 台灣還是真的都變化到第一名 台灣過去四十年來 會發生霧的頻率等等 那都現在沒有了 連降雨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呢 毛毛雨小雨都減少 也就是說 現在越來越激烈 三年不開張 一開張吃三年 你吃不了 然後都會區的對流的降雨 都會淹水的情形越來越高 三地集水期的降雨反而減少 那台北市 你們這個自己看 還有前台降雨線北移 南台灣沙漠化是必然 越來越嚴重 然後我自己個人的生態研究 第一 1980年代 我已經證明 台灣整個生態體系在網上遷徙 這網上遷徙這三十年來 到1990年年之後 台灣開始產生 極端的盜死事件 就是猝死 像說鐵山是一座 檜木是一座 一山這個族不一山 自己就死了 你來看 像台北最近這幾年 在發的鼻桶書 死了之後有沒有 這種情形是李建復 聽聽的發聲 那1980年代 我已經知道 聽說台灣一不開始啼笑 三個要開花 他十個要開 現在全部前 這個植物通通發瘋 如果有東眠的動物 現在到了冬天 要吃安眠了 否則睡不著 1990年代以後的這種 相關大內訣現象 一直發生 然後呢 2006年 我公佈台灣海邊植物 往北部遷徙 30到80公里 那這個相驗 就是說 其實台灣並沒有比較特殊 它是跟全球同步 跟世界各地的研究出來的結果 都差不多 在年代上也差不多 然後有很多 能爆型的 這個 極端的這些現象 接下來台灣 台灣大劫難的議策 我分無期災難 有期災難 跟人為截變 各位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無期災變 我比較擔心的是 那個 那個 因為絕大部分比較普遍的 就是說 台灣過去的 所謂自殺恐怖的東西 可能都會出問題 然後特別嚴重的就是 水庫潰潔 這是人為截變 水庫的這個潰潔 無期災變裡面 台北 尾翠水庫垮掉 抗擊台北不再現 台中 德基水庫垮掉 這一系列打下來 不得了 台灣不會出現在海的災難 不會太大 應該都是出自於山 你看看這幾十項 然後有機災變 本土物種啊 外來種啊 你們看看 這個觀念檢討了幾十年 台灣現在每一年 進口的外來種還有多少 像那些寵物 我實在是看的 那種奇奇怪怪的 一大堆的 每一年一直在進口 那它不是進口一種 不是帶進一種外來種 帶進一大堆 連那個微生物的東西 都做那個 咬咬咬咬咬 那你們自己這個再稍微 自己看一下 然後社會 對緩製跟迷信啊 人為前面 你也自己看一下 光光中華民國 可能滅亡 接下來大慈悲 我們怎麼樣 從大的到小的 去思考到說 我們如何密碎 我們自己的未來 我們在做個鍵 是有機會 到小的 要密碎 我們可以做成的 home化 的 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可以做成功 我們可以做 是 正確 一項 我們可以做到